我覺得這個機台非常的方便 因為就是平常家裡如果回收的話 回收車不是每天有 所以當你集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又可以過來投 然後同時又有折價券可以領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個用心很高 因為它這個耗資很多 很大別的東西去做 用心很高 它回去回收物就再多 就還有很多過程 這都是人員用心的所在 跟他們用心對傳播的一種概念去提供 那麼良好的政策也是 大家都應該要共襄升學 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島 從106年開始啟用以來 受到各界的好評 也很多人的廣泛使用 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萬噸 那全新升級的重點包括 我們這是可以從以前的8小時的服務 現在變成24小時的服務 那民眾隨時有需要都可以來 來使用我們這個自用回收島 另外呢 它也加大了後端的這個儲存裝置 最多最多可以回收到這個寶特瓶 有4萬隻的容量 另外還有這個玻璃的回收 是全南部第一 一座的這個玻璃的自動回收機 那也歡迎市民踴躍來使用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資源永續一向是 我們推動環保理念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那很非常感謝我們民間企業 有這樣子的一個用心 能夠把這個寶貴的用地 然後跟我們資源回收業者合作 我記得在我背後的這個資源回收機器 在當年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從羅馬尼亞來的 所以是台商在羅馬尼亞推動資源回收 相當作然有成以後 把這個經驗帶回來台南 而這經過幾年下來 已經讓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們 非常的接受這樣的模式 把家中的資源或是旅貫 投入這邊的這個資源回收機器 然後換取那個折價券 可以在我們的這個樣販業者 能夠在這邊能夠使用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企業的這個社會責任 以及他們對於環境友善的一個精神 那接下來我相信這個資源回收島 不僅是以前的一個擴大 我相信要把這個經驗 繼續擴大到其他地方 我們台南市政府也將盤點 其他可能的空間 把這個資源回收的概念 越推越廣越來越好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收看7月11號 禮拜二的中家台南台湾新聞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欲優儀 因為民調落後 包括國民黨的支持者 非常得盡 甚至團出希望換人來順利勝因 這些言論也對選情造成影響 台南市會國民黨團 最好走開記者會 就在支持欲優儀 當時請到台南市寒優惠 做回來正下小聽 台南市國民黨團 當中公職大陸議員 在這座 聽欲優儀的記者會上 就有10位制服 差不多是全完九季 大家共同的聲聲 就是堅定支持欲優儀 孫總統 國民黨 親戒 主委就在心情 已經重重大致國民黨 長起來在八世的新武長的形象 絕對不能再有政策 中常會通過脫選人更換 這是國民黨 但是東部 我相信他的政策也是他的東團 今天是我們的帥前一斗之先 表態 因為很多 我感覺是去讓人為這個這樣 帶來 到底分化 漂泊他這個國民黨要換人 沒有這個事情 侯友宜當時要出來選的時候 也思考了很多 那不可能現在說他臨陣脫逃 來說他不參選 所以侯友宜是參選到底的 我也在這裡呼籲全台的民眾拜託 換人做做看 換一個侯友宜來做 我相信台灣不管是治安經濟 包括和諧都會變得更好 民進黨也知道 他現在沒辦法超過五十一% 他現在差不多三十五%至四十% 他現在就給你鼓吹 讓你狗內亂 讓你沒辦法集中選票 所以我們今天台南市首選 帶出來 支持國民黨 真真正拿名的侯友宜 我們的總統候選領 有的人是比較有說 有的人是比較有做事 政治任務 香港人不是跟他順 為人說得很順 這樣就好 最重要的是要好好做事 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的侯友 我們更應該團結 全力以赴 那我們最終的目的 也就是要政黨能力 下架民進黨 在這場記者會上 不僅當一個議員立場 甚至之前一直跟侯友宜 不定大韓友宜 也出名收聽 表態韓國有聽什麼人 他們韓國軍就聽誰 韓國瑜在選總統的時候 侯友宜並沒有盡了太大的力量 讓大家韓粉 韓牛 韓家軍非常的生氣 當然就是 這次得到一些反射 當然我們是希望 他用辦理刑警們的心情 好好的辦案 好好的治理這個國家 我相信如果 侯友宜繼續往前走 最後 國民黨支持誰 韓國一定會支持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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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韓友宜的理事長 廖勝方也幾次 侯友宜是反了什麼錯誤 民調的位百分之四十 六到十幾% 台灣應該一定定民調化 不應該請差什麼人都可以做民調 而且沒有需要 輸出人沒有動損的法律制令 侯友宜的民調 對抵抵與情緒風格 更是跟韓國有不同 他們同樣也 形象侯友宜的意思不夠 也支持侯友宜 為何得真正 記者中色為 蔡鳳佛 日本臣修上安倍晉三 去年七月八號在街頭演講的時候 比七十三猛 定禮拜六半一年 市長安倍鐵宣佈七月十五號 中古版安倍晉三紀念贏上電 開放免費立場 後悠國際雄友參觀 做回來免費紀念 這位堅定支持台灣的日本朋友 安倍晉三紀念押上電欄 臺灣升回第二站將來到台南 台南市長 歐伊鐵和日本前 風雪前往日本共町人 共同調開選團紀家會 要請大家來看電 本市長丁準安倍晉三 最有代表性的賞品 包括李雄姓我 以及他跟台灣交流的賞品 總共有100萬長 另外跟台北長處相對的不一樣 但我們長結合第二位加連電 包括他巴田與伊尾主題為作 以及來自安倍高雄三口省外的作品 一個非常有象徵性的就是說 焦彩畫大師姚旭登 他要為這次台南展設計的 就是畫了一幅 一百二十號的巨大的畫 是安倍前首相 和李登輝前總統 兩個人在天堂喝酒 討論國際形勢 然後這幅畫的名字叫做 台日和平的守護神 對於日本的民眾 對於台灣的民眾來講 安倍前首相應該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想說不管從私疑 不管從國際關係來看 安倍前首相都會在歷史上流明 但我們由七月十五號開始到八月十三號 在雲飛凡美術貫著電視 希望透過這間壓上電視 讓日本精修小安倍晉三 讓更多人看到 但我們新聞也順快採訪報道 為了高雷用心在部的選項優秀農民 台南市政府每一年都會舉辦選項的選項 希望讓我解采 台南的選項就是No.1 今年2023年的邊緣結局已經出爐 由南西区農民莊鮮隆 契下在頂中的上官應有 台南市每一年選項的邊緣都經過嚴格百萬 不僅多萬歲 才起來風味和地道都要平衡 和上市要通過四百十一項農業經驗學家 還有三小履歷 台灣農產品生產對首頂主角才發得得獎 今年在五十位參賽者當中 選出十四位中央 包括郵政、南西、南華三區的農友 其中為天一個一個三邊的親主很好 其中由南西区正現隆 替下特頂中的上官應有 這個不管是特優還有頭等還有兩等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我們歡迎各位好朋友來 不怕貨比貨 只怕不試貨 想要能試貨 就來看市府的頒獎 認這個獎牌就對了 其實沒有獲獎的農民朋友 其他的芒果也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因為有時候 或這個因為天候的問題 或因為田間管理的問題 但是不管如何 台南芒果是No.1 這已經是不需要爭執 台南有一個選擇 剛才的選擇 將選擇入菜 加利素食、奶酪、茶董以及沙拉 都要讓人提供選擇 選擇香甜甜甜甜的好酒味 為了改善後面區 特儀社區酒瓶飲水的問題 台南芒是稍微導致水工程 這次占對後電抽水站的飲水感染工程 更向水利素檢出一千八百五十萬的經費 希望加速白水 更加後面區的飲水風險 後面區特儀部落 因為酒瓶農地較多 加上八千塊北中 水頭白裡的金融玉中大水 加上後電抽水站過期沒有讓水含傷 真需要積極改善 提出淡市水利局 提出後電抽水站 飲水感染應急 和系統性改善鋼廳 其中央委員提出 11核地理會落水館 以完立中和上南北東 正來關心地主的進度 希望在彌陀地再當完成 後避地區收集到的雨水或是水 有時候會氾濫出去 那又如何把這個收集到的雨水 能夠送進抽水站 能夠抽出來 這個變成很重要的課題 那非常感謝我們第六核川局 水利署 能夠支持我們經費 那我們地方配合 我們台南市的配合款 能夠讓這個雨水相寒 能夠做好落實 能夠解決這個周邊裡的這個下雨的這個積水 那最近因為是已經汛起了 所以我們趕快把這個工程完成 過去後面地區市府向水利署 建出前瞻五省 累積到大已經決定 經驗超過一億五千多萬 這回飲水工程 水利署還補足一千八百五十萬 比看這是經濟的最好一年 台南市政府開了三點八月 採用無二燈的設計 增加六十五百的通水當民 市長安威鐵全港全翁市察 希望每年六月底 能夠享用通車 大南市政府推動三項客經濟 保健經濟前期 大南市長安威鐵和座位議員 前往市察工程 領主幹部 要求市港黨委要入市入市的完工 落墩橋墩的關係 還有整個水流 都會影響到 影響到我們山葉溪的排鴻功能 所以在過去每次只要下大雨 甚至不用到颱風只要下大雨 就會造成地方的淹水 但是因為牽涉到高速公路的 這個整個通行不能中斷 然後萬代西橋的改建 也是難度很高 所以說我們一直延續下來 一直增加工程經費 現在終於已經 陸陸續續開始做 而且把很多重要的 一些阻隔物都拿掉了 港部局表示 市府這期向中央水利數 金出五勝經費三點八月 辦理辦台局改建工程 目前工程已經正在第一階段的 百平均牛改建 增加百分之六十五點四的 通水等民 自然還在西港當中 兩者三壓客最困難的部分已經改建 包括大部分排水問題 降低營水的方向 這個萬代橋改建完成 三葉溪的整治也大部分大體完成 這樣子的話 對於仁德地區還有仁德工業區 淹水的機率就大大的降低 改建後的萬代局 跨度有二十二公斤 增加為四十二點三公斤 增加牛款都是二十七點四公斤 網路合作的輕度增加一十五公斤 才沒有路人設計 建設造愛 間隔水位 平台性恍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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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天五個第美女老的台灣港 也來當尋覓正常的交通 但我們先不要順便採訪彩虹報道 台南一位三十歲路主 原本個性六關 很很認真 不過今年青年生第一天以後 求得到三欧猶豫獎 不管是港祖 或是孤兒子 都沒心沒力 雖然有去看身心科 不過因為吃藥的嚴重頭比較興 治療的效果變不好 治療以書蔡永 重複金如瓷 企業的治療 這讓這位新手媽媽 贏出油獎 目前油獎的治療 是以油膜為主 以調整頭上的心境傳統 沒有一個氛圍 包含血清素 症腎上腺素 都不安定 但多數的白人 經過幾禮拜 控油屋的油膜治療後 症中就能提到環蓋 但也有部分的白人 對油膜的反應不好 這就是所有的南地形 有很多白人 對這類的患者 對油膜治療以外 另外也能採用 重複金如瓷刺肌治療 重複金如瓷刺肌治療 就是現在對前額葉腦部 利用電磁感應的作用 調整大腦皮疙瘩 促進前額葉功能 以改善有盡忠 頭腹金如瓷刺肌治療的原理 其實是透過這個機器 刺激我們大腦的前額葉 造成腦虛的活化 進而改善他憂鬱的症狀 老醫師提醒 他有時候不僅是單純的心理問題 你是大腦破壁 這是一種容易學法 容易變成萬性化一般 重複金如瓷刺肌治療 作為一種非侵入性 安全而且有效果治療方式 不僅可以為南地形有病人 重複生活希望 也提供有盡治療 另外一種選擇 既然中飾為蔡鳳佛的 在高雄三民区的風流裡 在去年推出的爭地研術 到老鼓福氣 非常受到民眾的疾病 不過因為福氣受到孫海 加上香在那裡去受 為了安全可能 立場只好將它刷到中衛区 想不到QB民眾 到一丶丶丶丶丶去倒數 讓立場不知道是要賺 還是要好 高雄市三民區風雨裡 是動物友善社區 立場每年會舉辦動物面具遊行 但去年因為疫情改為靜態展 立場自掏腰包製作大型裝置藝術 讓大老虎福氣在彩繪牆前 提供大家拍照打卡 但是因為福氣在外面風吹雨淋 身上也有些破損 尾巴的地方也有密封竹巢 立場擔心里民的安全 所以決定將福氣移到重劃區 沒想到就收到民眾以999申訴 讓里長苦笑不得 昨天就是接到1999的民眾檢舉說 這個大型的裝置物件 然後原本在那個彩繪牆那邊 為什麼被里長私自 拖到重劃區的閒置空間擺放 希望說是相關單位可以把它移回去 因為很多人都不相信這種東西是里長會做的 都會覺得是相關單位或者是公家機關所設置的東西 那里長為什麼可以私自把它移走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在那邊 就是蠻漂亮的可以提供運動的人 或者是民眾打卡拍照這樣子 李明也表示里長還是個藝術家 不只裝置藝術大老虎福氣 還有綠狼道的彩繪牆 都是里長的細膩構思 不只美化了社區環境 還提高了風雨里的知名度 吸引遊客拍照打卡 因為我們這個社區 是非常老舊的一個社區 有里長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無形當中就提高我們這邊的那個 里的一個知名度 至於因為民眾 民眾的結局 民眾大概原來擺設在 變成一個打卡的重點 這樣把它搬離開以後 人們好像缺少什麼東西 大概他們有意見是說 希望能夠再把它搬回去 這樣那隻貓 發現這個里上 多了很多藝術的空間 區域的展示的空間 我覺得是跟別的里不一樣 里長接到民眾投訴電話 表示無奈又有趣 今年兔年里長與李明 在年初也完成了五支吉祥物 最近要到別的地方展出 想觀賞的民眾不用再撥打1999 我們聽聽看里長怎麼說 這個突突跳跳系列 在我們風域裡有五支 那是在過年的時候 與李明跟小朋友 跟幼兒園的老師一起完成的 那接下來在7月的時候 這個突突跳跳也是會移走到 驗巢動物收容所做展出這樣子 風域裡里長也預告 今年的動物面具遊行 目前預計在11月舉辦 也會製作新的大型裝置藝術 請大家拭目以待 記者吳家瑋、何文宇高雄報導 夏天炎熱到海邊出場 除了吃邊小數以外 在街人夢海行 有一間非常有特色的泡麵店 標榜自助吧 有青菜肉片海鮮 讓人家自己挑選 而且旁邊還有網美飲料店 祈禁很多人沒名字全都夠關 超豐盛的耶 泡麵裡加入滿滿的料 有肉片、蔬菜之外 還有多種海鮮 任君挑選 這個是韓國 這是日本拉麵 這是東南亞泡麵 牆面上一整面的泡麵牆 超級吸睛 算一算有200多種世界各國泡麵 青拉麵它的品牌 受年輕人的喜歡 鞍城湯麵 這也是韓式的 所以可以顯得意見 韓式的泡麵跟拉麵 它是受目前所有網友 那最讓我們意外的 這個 我們台灣的 這個就是花雕的酸菜牛肉麵 雖然30度高溫 大熱天中午 民眾對泡麵還是情有獨鍾 店外滿滿人潮 滿好吃的 平常會這樣煮 不太會 不會加這麼多料 就只有煮一番泡麵這樣 但是加個一點肉片而已 先點巴鯊魚 然後還有一些 它滿多種菇類可以選的 對 然後蛋也有三種可以挑 靠近基隆 望海上這間泡麵店 裡面有蜘蛛吧 冰箱裡滿滿海鮮 許多遊客 慕名而來 還有爸爸媽媽 帶著小孩 一起來吃海鮮泡麵 我們這邊選購我們的泡麵 都可以有自己搭配不同喜歡的料理 不管是海鮮類有蝦子 大白蝦 有鮑魚 還有一些淡菜 或是牡蠣 還是一些套Q 那會根據不同的季節 然後我們都有不同提供給 所有的遊客 可以來公開選擇 那我們也有這樣豐富的 很多的蔬菜類跟菇類 還有一些火鍋類的東西 這個借我這個 你的料比較好 看看議長同志偉 兒市議員許瑞慈 自己挑選的海鮮泡麵 有淡菜 透蔥 蝦子 香味立即撲皮而來 我現在吃的是這個日式的這個豬骨 豬骨的一個拉麵 然後搭配我們的海鮮 日本跟我們的卡麻店 跟我們的海鮮 跟我們現在在地的這個中正區 這個有山有海的一個好地方 其實是非常搭配的 所以業者可以想出 這樣子的創意料理 其實對我說是一個非常新鮮 那我今天從海邊這樣走過來 其實我們剛剛喝完咖啡 喝完飲料 再來吃碗麵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悠閒的一個午後 我本身非常喜歡這個韓國Q彈的辛拉麵 那再配上這個新鮮的海鮮以後 真的超好吃 絕配 那這裡有大概多打200多種的泡麵選擇 那每一次我都可以選擇不同的泡麵 像是有泰國的啊 有韓國的 或甚至是緬甸的 甚至還有菲律賓的 加了海鮮的泡麵 價格平均落在100到300元之間 吃完泡麵 還可以到隔壁網紅店 喝杯調酒飲料 消暑又解渴 八斗籽在原住民化裡面叫八斗 八斗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女屋的意思 因為八斗籽這樣的一個地形 其實過去是一個煙霧繚繞的 那這個飲品特別設計 它有一個煙霧的感覺 那也有一個女屋的一個意象 非常適合在我們中正區做一個代表性的飲料 這裡除了這個飲料好喝 那這是一個五酒精飲料 那它也非常有意象 然後特別準備了一個基隆的意象 大家有看出來這是一個鳥籠嗎 老闆也特別找了一個鳥籠 來裝我們的這個飲料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適合大家來這邊走走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放鬆深陷的地方 暑假忘記到來 來往海上玩水之外 來一碗海鮮泡麵 喝一口冰涼的飲品 山海美景相呼應 視覺 味覺 雙重享受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感謝你收看七月十一號的 中間台南地上新聞 我是青蜜泉 南再會 zzo 有 有 有